主席,謝謝,有請蔡主委 我們請蔡主委 蔡主委很早 主委早 我想剛剛講核能安全 它這不是政黨的一個議題 這是全民關心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要來針對它好好的請教您 我知道我們原能會 是安全管制的專責機關 其實我們除了監督核電廠的運作外 我們還有兩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就是要把核能相關知識的推廣 事宜以及安全教育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核能人才的培育 我想這樣的一個角色 目前本習是一直非常關注在 我們的核能安全教育推廣跟防災練習這件事情上 那我想上一次的質詢裡頭 本習有跟你提到 我們可以去參考 我們先進的國家的一些防災的經驗 但是在這段期間裡面 本習再繼續去觀察我們這個原能會 我本習認為還是比較不夠積極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都是屬於被動式的事宜 譬如說我們如果在這個委員會安排了 你們這個會來這邊做備詢的時候 我們才會有一些相關的報導 可是我們並不一定要在這樣的一個時間 釋放一些核能相關的一些訊息 我們應該是在把它當成一個重要的教育訓練 或者嘗試的一個推動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主動性的 定時定期的把核安的知識或資訊 或者甚至現在民眾非常關心的 我們的核能各場的情況 我們可以把它訊息公佈出來 我覺得這樣一個角色 就比較不會認為你是消極被動 而且是往往只是站出來 有問題我才來解釋 我花好多的力氣要來解釋 這是安全的 你們要相信我 可是呢 大家就會懷疑 那你是不是跟台電 這是一呼百諾 事實上不是啊 那你為什麼不積極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做 我們平常並不是沒有做 只是說做的這個方式 大概目前都是透過我們的網站 公開 然後或者是我們也會 提供給媒體我們相關的新聞稿 我們會定期辦記者會等等的 主委 是這樣的 不過不光是 確實是並不是那麼多 我們就這一點我們好好檢討 譬如說我們把資訊放在網站的專區上面 方便民眾想要知道的人可以了解 而且資訊很透明詳細的放在那 但是這樣是不夠的 您知道嗎 現在連故宮這個博物館啊 博物館的典藏東西都是放在那裡 一定的專區裡面放置 可是呢 博物館現在都走出去啦 不是想要看的人才進來啊 是的 了解 博物館已經是主動走出去了 所以我們放在網站上 是對那個想要有積極度的人才有用 那對於很多的民眾 他如何去接觸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東西走出去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議題可能都是冷議題 只有在特定時候才會被媒體所報導嘛 那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子啊 所以我們要主動把它開闢資訊的平台 所以我覺得要花心思 委員我能不能猜一話喔 真的 說實話 我在內委員會的主委的立場 我是完全同意委員 然後也要求我們的同仁 資訊公開透明 要加強跟民眾的溝通 可是確實喔 我也知道我們原能會和我們的同仁 面臨一個困難 這困難是什麼呢 就是假如我們太過於頻繁 太過於強調和能的所謂的安全 或者怎麼樣 又會被誤認為 我們是在推銷和能 好 主委 所以我們在這兩個之間 總是要有一個平衡 這當然是 我們一個是安全教育 一個是核能事故應變的機制 還有演習的訓練 那這個部分我們是一直在做 這些東西都要同時 對 這個我們一直在做 那我們現在先針對其中一項 來跟您就教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訊息啊 都非常的不活潑 不好記 所以呢 您知道我們的手段要靈活 內容要 我覺得應該是好記好操作 你想想看 我們在學校教育裡頭 您如果說我們會裡面 沒有這些專家沒有關係 你可以邀請像這些幼教啦 或者帶動唱的這些專家 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東西 變成很容易記的口訣 而且它的這個SOP 它一個接一個 非常清清楚楚 好記 所以呢 這種內容 你要活潑化 要簡單化 要容易操作 然後這個防災面上面的這個 這個操作的標準化的 那個程序的SOP 也要是很容易 像以前我們說燙商 我們要衝脫蓋炮送嘛 我們衝脫蓋炮送 就這幾個字 每個人一寄到這個字 我就知道 好我第一步要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是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的會裡面 而且地震好像有相關的口訣 對 我們會裡面都是專家 我們不妨去請這方面 這個很有經驗的人 來協助我們做這些事情 所以它很容易被推廣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剛我們講的 強化核能事故應變的 這個機制您在第五頁裡面 做了很多的詳細的說明 然後這個機制 你們審查過之後 我們各種防災演練 才有辦法依據這個機制 我們來普及嘛 對不對 好 我覺得你第五頁 說得非常清楚了 但是不要忘記了 主委 我上次有講到 像您說 我們去年的暑假期間 我們在新北市跟基隆市 屏東縣 我們都做了這個演習了 可是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參與率很低 我點出了這個關鍵喔 那我請問 去年暑假這三個縣市 參與率人數多少 有沒有提高 有比往年高 不過我們 我上次也跟委員報告過喔 我們不能夠光只有 就演習的那兩三天的人數 來做這個所謂的參與率 事實上我們平常 不不不不 就在竹春竹禮喔 去做說明 做演練 主委 那那些也算進來的話 你不能這樣算 你聽我講 主委我沒有否定你們做的事情 但是我每一個計畫活動 當然就有鎖定對象 我有鎖定對象 我就有預計規模 我不要全部籠統起來 我現在就是針對你的防災演變這個活動 在各縣市參與的人數 我應該要做到多大的規模嗎 我希望每一個計畫 每一個活動指標清清楚楚 算得出來參與率 我不要你總體的參與率 當然那也是一個報告 只是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在新北市 基隆市 屏東縣 這麼費心的做這種 全面性的一個這個防災訓練 到底 我們要檢討啊 花那麼多心思 到底民眾參與了沒有 我們預期的對象參與了沒有 如果他的參與率還是很低 那我這個演習 預期期效就不如嘛 不如我下次我要改進嘛 對不對 我現在並沒有說你做這個事情是錯的 可是參與率這件事情 我們不要全部加種在一起 一樣一樣來看 這樣才會進步 可是有沒有呢 上次十月份質詢 那個時候我有提到 我覺得這個參與率 主委要把它列在你原能會 這個重要事項去 這就是一個減核指標 我相信這是長期養成的觀念啦 觀念絕對不是今天你說它 它是那個所謂的填壓式就可以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預期這樣的一個普遍 我參與第一個要提高 為什麼民眾不參與又天天說很危險 他如果來參與 是不是減低了他的那個危險的那種 那種可能性或者是誤解性嘛 我們也希望 各位人報告 確實我們也希望 我們會盡全力去鼓勵民眾來參與 我們會跟地方政府 跟相關的這個民間的團體 好 吸引他們來參與 我們也要有講求方法 所以不要像我們還是用消極式的網站公布 縣市政府公布 里長去貼條子 不會來的 你一定要去想想為什麼不會來 你挑的時段是不是他們的閒暇時間 他如果來 他可以從裡面得到什麼樣的一個成長 可以去解釋或者是了解 這跟他的身家性命有什麼一個好的一個正面積極的效果 我還是覺得這是要講求手段 就是方法 跟委員報告 我們其實配合這個演習 有做家庭的訪問 那家庭訪問的過程 當然都有跟每個家庭都有溝通 一個是概念的建立 一個是操作能力的訓練 我們民調裡面其實有問民眾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的演習 你願不願意來參加 或者說我們的演習 他怎麼回應 你有沒有統計 都願意嗎 願意參加的比例其實不高 說實話 對為什麼 我們要想辦法去再改進 有沒有再繼續問為什麼 怎麼樣你才會想參加 有 好 我另外一個會提 其中有一個因素是時間 沒辦法配合 對嘛 所以我沒看到你的報告 我猜也是知道 然後我們再問說 那假如時間可以配合 你願不願意 其實比例也沒有提高到很多 所以我們才會說 除了演習以外 用平常的時間 配合他們可以參加的時間 好 主委 我現在就是給你幾個方向嘛 另外一個就是跨部會嘛 因為原能會 你們有些事情 一己之力很困難 我上次就建議你 像這個跨部會 我們不是防災八公里 這樣的一個區域概念 我認為台灣並不大 而且現階段 您就是我們應該跨部會 像我們的對象 不外乎就在教育部嘛 我們要動員的內政部嘛 還有我們的原民會嘛 以及這跟交通運輸 各種防災都要有交通部嘛 然後我們後備那個 防災的後援國防部嘛 跨部會來 然後請他們來協助我們 怎麼動員 怎麼把這個防災訓練的效果 我可以做大 好 這件事情我覺得 我講那麼多我要是 請你改善嘛 另外一個 您知不知道 我們這個奇摩亞 那個時事民調中心有做調查 他針對民眾對台灣核電廠的看法 他有四個選項 好 這總共有7740個民眾參與 這是昨天下午6點48分 在這個網站上得到的 有五成的人表示 核電廠有存在的必要 有36%的人說要逐步淘汰 另外有14%說全面廢核 有1%是沒意見 可見得民眾在理智上認為 核電廠的存在還是有必要 這是現實面 但是我們對核能的安全這件事情 要同步進行 了解 我們要逐步成為非核家園 我們不能光說不戀好嗎 好 這份報告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謝謝 謝謝陳碧涵委員的諮詢 謝謝蔡主委 我們請核心存委員